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最近有很多人问我说 刘谦老师春晚表演的这个硬币穿越玻璃桌它是怎么做的 好 这个玻璃桌给大家确认一下 好 上面下面敲两下 好 货真价实的玻璃桌 好 然后我们这样子把硬币放在桌子上面 OK 三个硬币放桌子上 像这样子 好 大家看好了 不要攒点 现在三个硬币在桌子上面 然后我们模仿刘谦老师一样的硬币要穿越玻璃桌很简单 你盯紧了 这里三个硬币好 看一下 三个硬币在桌子上面 接下来我要让其中一个硬币大约在这个空间这个位置啊 就这个位置大约从这个位置直接穿下去 不要搭接事情就发在一瞬间啊 速度非常之快 你看123 看下速度快不快 直接就穿下去了啊 看到没有这个在玻璃桌下面 而玻璃桌上面只有两个呢 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之经典 非常之不可思议的模式 这个模式是怎么做的 很经典啊 很多人问我 那我们今天就进入教学 硬币为什么会穿越桌子 给你看这里是三个硬币 对不对 然后手下去这样看 我的手好像没有硬币 对不对 其实我手一拍的时候 瞬间一打开来 哎 里面有一个硬币 是我藏起来你看不到 这样子 好了 一拍的时候 手上本来就有一个硬币嘛 这样反现出来 然后你以为穿下去了 那做上三个硬币是如何消失掉一个的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硬币它是蝴蝶币 看清楚啊 看到吗 这两个弹起弹一下就变成一个了 因为这是蝴蝶币啊 然后两个打开来就变成三个啊 原理就是这么简单 学会的观众 我说我是小冬带你玩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